那於小數的除法呢,其實跟小數的乘法都是差不多的 那麼,複述一下 首先又是說說 例如我們有6,812.3 乘以10的話又是移小數位 那麼,18就移兩個,如此類推 那麼,除數呢,小數點 本來在這裡的,就向左移 那麼,對了,先畫一條線 本來呢,就在這裡的,就向左移 那麼,原本的小數位呢 就是在2到3中間的 那麼,除18就移兩個,如此類推 這個在乘數那集就已經講過了 那麼,不再多講了 那麼,再講到 關於這個被除數和除數的關係 那麼,跟乘數一樣 嗯,他們都是有 這個,例如 這個被除數 5000 那樣 分A和B A和B A呢 就是,如果這個被除數 5000 乘以10的話 對了,乘以10 這個乘以10 那就變成A了 那就是A 就是這一個 那麼,5000乘以10就是 50000 那麼,5000除以10就變成500 一個A,一個B 那麼,如果A乘以10的話呢 那麼,這個答案 那麼,這個答案 一樣 對了,中間這些50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沒有改過的 就是這個50 對了,隨意50 隨意50 沒有改過的 那麼呢,就不用管它 那麼呢 又分AB了 那麼,當這個5000變成500 那麼,答案由100變成1000 那麼,一樣都是大10倍的 那麼,同樣道理 5000變成500呢 那麼,這個100就變成10了 那麼,一樣除以10 那麼,我們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這個被除數,大的那個 大的那個呢 就會跟這個答案有直接影響的 有直接影響 例如這個左邊大的這個數乘以10 那麼,答案呢 就會大10倍了 那麼,小的就一模一樣了 那麼,如此類推的 那麼,倒轉了 那麼,這次呢 就這個5000呢 沒有改過 OK,都是5000啦 大家可以看到 那,而改變的呢 就是這個50了 那麼,50呢 大10倍 還有,小的10倍 那麼,50大10倍呢 50大10倍就500了 那麼,5040倍呢 就是5了 那麼,而答案就會怎樣呢 對了,等等 答案,由100變成10 那麼,就是除了 乘變成除了 這個就是A 紅色是B 那麼,又乘10變成除了10 那麼,而B呢 那,而B呢 又 100變成1000 那,就是乘大了10倍啦 那麼,它本身除10就變成10 那麼,這兩個呢 就不同了 那麼,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除數 小的那個 小的那個呢 就會跟答案相反的 那麼,如果一個乘以10的話呢 那,答案呢 就會小10倍啦 就變成除10的 那麼,再繼續找多些例子啦 那,例如一開始 我們本身有這一條 那麼,神組計又給你啦 那麼,如果我們有這個 940,1958 那麼,隨以7853呢 那麼,由於時間關係呢 那麼,我們神免得出這個答案 就是12486的 那麼,就是這個啦 那麼,這一條呢 就不會一步計啦 那麼,其實呢 就要,本來1乘以753 那麼,然後940-753 那麼,一路計下去 那麼,有時間關係呢 那麼,就直接給了你啦 那麼,這一集呢 就主要說 怎樣對這些小數點2位進行處理 這個就是小數的除化 那麼,例如這裡 這個字是例子的 那麼,這一條才是題目的 940,1958 就是這裡啦 那麼,多一個0喔 多一個0,我們怎麼處理呢 那麼,首先在這裡加個0 那麼,很簡單啦 這個大的那個數字 大幾個數字 這個是雙 大幾個數字,也就是 被除數 被除數 那麼,這個是雙 那麼,被除數和雙呢 就是正比關係的 也就是 這個940,1958 後面加個0 的話呢 那麼,答案呢 直接加個0就是啦 那麼,1,2,4,8,6,0呢 那麼,這個就是答案了 就是,下面加個0,上面加個0 搞定,做完 那麼,如果下一條 這次呢 就是這個小數點 向左2,3個位 那麼,很簡單啦 那麼,首先 又是向左 2,3個位 1和9之間 對不對? 移完位之後呢 那麼,這個小數點 就直接抄過來 那麼,只要這裏 除數的人 除得正確呢 就是那1 不會寫了過來 那麼,之後 後面亂了 的話呢 除得正確的話呢 那麼,只要把小數點 直接抄上來 那麼,就是12.486 那麼,這個呢 就是答案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麼呢 講完這個大那個數 這個被除數呢 那麼,然後 我們就要講講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753 又有東西要補的話 那要怎樣搞定 那麼,這個753 就變成了75,300 即是這裡多2個0 那麼,多2個0 要怎樣呢? 我講過 這個 是隨數 這個隨數 向後 向右手邊 移兩個小數位的話 那麼,這個商呢 就要向左手邊 移兩個小數位了 那麼,答案呢 就變成124.86 即是這個數呢 對啦 在左手邊的這個數 對啦 這個小數點移的方向呢 因為剛好 跟這個答案 這個雙 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寫不清楚 寫多一次 對了 對啦 雙 反的 就是這樣啦 那麼,同樣道理啦 如果我們遇到 又是小數點移位 對啦 向左移 一 兩個 三個 四個小數點位 這樣啦 四個小數點位 就是這樣啦 那麼,這個向左移 四個小數點位 剛剛說過 是相反的嘛 對啦 也就是這個答案 又要向右手邊 右手邊 移回四個小數點位 1 2 3 4 那麼,答案呢 就變成在後面 補0了 補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對啦 對了 那麼,答案就變成 這一塊 1 2 4 8 6 0 0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呢 如果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那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的 大家都想到了 首先 把這個大的被除數 這裏 比原本多兩個0的 那麼,我們在這裏直接加兩個0啦 那麼,答案 一模一樣的嘛 這裡 這裡加0 那麼,答案又 箱又可以直接加0 那麼,加完0 小數點變成在這個位 OK 那麼,然後呢 這個又 這個除數又向左移三個位 那麼,這個 向左移三個位 也就是答案 向右移三個位 那麼,就繼續移 用不同顏色啦 那麼,向右移三個位 那麼,補回一些0呢 然後,我們畫著的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麼,就是 1,2,4,8,6,後面再加5個0 那麼,這個就是答案啦 那麼,小數的除法呢 就是全部都關於如何移小數位的 那麼,記住 這個大的被除數 永遠 小數點移位 無論向左移或向右移呢 跟個雙呢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這個除數 這個除數 即是小那個呢 跟個雙呢 就是剛剛相反的 對了 oppos 那麼,就是這樣啦 要記住這個 按小數的除法 就沒什麼的 當然就不要除錯數啦 那麼,就是這麼多啦 小數的除法 就講到這裡